無論上升還是太陽寸女座的朋友 哇!今個農曆四月有大大大貴人 在錢方面有超大貴人 這個貴人是大到我在印象中做了這麼久的星雲 我都很少見到一種這麼大的貴人 大到我只是怕你不夠膽去尋找他 去拿一些援助,因為他可能真的很厲害,很呼風喚雨 真的去到李嘉誠的層次 但如果你這樣去問,其實他會 他是可以欣賞你的吉士 他真的可以幫你的 又或者如果不是說他是一個人 亦都可能是一些學生 可能這個是一個外國的學生 你覺得作為外國人 你很難去拿到 我又當他可能裡面要寫一些英文 你又怕你不可以升任 或者你又覺得他們這些都是給一些地方 但其實你不需要的 你真的肯去試一下博一下 其實都會有很大的幫助 或者那個人是外國人 這個大貴人 或者是一塊很大的錢 但是他是來自外國的 或者是一些很難的 或者是一些很優秀的學生 那些什麼? 什麼尤德獎學金那些 尤德獎學金是不是 隨便吧 總之這些諸如此類 甚至諾貝爾那些 諾貝爾 聽說香港人被提名 拿諾貝爾和平獎 這是不是最近的事 無論如何 真的不要害怕 尤其是在什麼方面 你真的應該去試一下 問人拿這些錢去幫你 如果你們接下來是想讀書深掃的話 你們有一個很強烈的意欲 去讀書深掃 尤其是讀什麼呢? 跟藝術有關 可能讀藝術歷史 不過這些這麼難滿的東西 我真的不太明白 還有可能我本身沒有什麼藝術底 我真的不明白 讀藝術歷史有什麼好讀 Anyways 我不應該撲你們冷水 你是想讀很多學本來的 可能讀樂理 音樂法 或者是讀法律 你們根本無端去讀法律 或者讀一些媒體 去深掃這些東西 就算不是去讀 但我先說讀 如果真的要去讀 那你通常也會去考考學院 或者找你的家裏去資助你 那你立管要出聲 好,但就算我當你不是去讀書 我當你接下來想去教這些東西 或者你接下來要去考試 或者你接下來要去寫一些文章 有關我剛剛說的那些文章 原來接下來都可以大獲全勝 所以你接下來的運氣是很漂亮的 宇宙會幫你的 至於對讀書已經失勢興趣的人 尤其是經過香港的填折式制度 你說我真的不想讀書 我純粹是打工仔 打工仔都會有好消息 就是如果你是從事一些 剪輯、剪輯、翻譯 做一些製片工作 或者是媒體 那你們接下來都會有很多工作 是給到你們的 那就多勞多得 會賺到多些錢的 好啦,我以上通通說的全部全部東西 麻煩你們看完這影片之後 快點去做 就絕對不要拖到這個西歷 又說西歷 不要拖到西歷 這個五月尾 為什麼呢? 因為五月二十九號是水星易行 然後水星易行 然後水星是掌管你們的 你們的守護星是水星 所以它對你的影響會特別大 今次的水翷是發生在雙子座 那它會有些怎樣的體驗呢? 就是我以上講的全部東西 你們會有以下的這兩種座制 或者是一些舊的老闆 或者是一些舊的以前的貴人 他會去找你 但是他找你這件事 其實就是阻礙了你想做 我剛剛你說的要做的事情 或者你家裡會很忙 會有這兩方面的 什麼意思呢? 那我當你接下來想讀書深掃 又或者你接下來有很多 新的那些工作要去應付 但是那舊老闆忽然之間找你 喂! 我們那個 喂呀! 誰呀! 有沒有興趣回來我們公司做呀? 哎呀!我都很想念你呀! 我們要人呀! OK! 那 你會沒有時間去讀書深掃 你本來想著就是去全職讀書的 那現在別人去找一份工 又給你一份工 那你是不是想著去做呢? 會心臭臭呢? OK! 或者你接下來有很多那些新的工作 然後他又 他又 或者一些舊的人 即是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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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一些貴人 他又給你一些機會 那這兩邊你便會有舒服 那因為你一個人 一天只有24小時而已 你怎麼可以同時應酬兩方面的東西呢? 那所以呢 為什麼這次這個水域呢? 它聽起來好像不是那麼差 是不是? 好像有些舊的機會 但是他會阻礙你做一些你新的想做的事情 那這個就真是兩面印 或者是刀頭之物 他看起來好像很棒 但原來他可以阻礙你自己去成就的事情 那或者是家裡很忙 那可能家裡是搬新屋 裝修 裝修 裝美一點 又或者家裡人有些開心的消息 那這些東西全部是開心的 但是他會令到你不忙 就應接不下 我剛剛跟你說以上所有要做的事情 所以為什麼我希望你趁5月29日之前 搞定所有之前的事情 最後提醒大家 以後的新聞post 無論在哪個平台 Facebook、Igm、YouTube 都記得要點擊文字的description 去找一下有沒有財丹 說真的 我塔支聯林星雲 都算是在玄學界裡面比較unique 首先我不是透過Cartumency 即是抽牌 即是占卜師的一己之力 去講宇宙的大事 即是即是有時我趕宇宙的大事 我都是跟星象的 或者是根據別人的盤去算他的命 而第二 雖然坊間都真的有尖聲師 會跟星象去做monthly horoscopes 但是他們是根據calendar month 而我都經常強調 星星是有自己運行軌跡 我們不應該被人為的力法去影響 所以我才為什麼是做初一新月 甚至以前有時間會做十五滿月 但是今天開始 我就決定了 為了令我的這個星運系更加特別 我去走多一步 亦都是給大家的小小心意 就說 在我弄完星運的影片之後 provided我有時間 我就會在看行星planets之外 看Fixed Stars 行星銀行的行星 但是又要記住 其實因為行星的角度是觸得很緊的 它就未必每一個月 就會對每一個星座造成影響 所以有還是沒有 就會留待在文字的description 給大家去發掘